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他租客都不在 除他以外就只有小徐和马某两名当事人 后来马某被警方抓获 受害人小徐转院到了这一二院 今天记者在医院的监护后二病区见到了受害人小徐 右眼包着纱布躺在床上 被砍了17刀 然后这边一刀总共是18刀 眼睛还有一刀 是吧 医生也95%说了 是吧 可能会保不住眼球 可能会被那个摘除 拿掉 对不对 那你想想 刀伤呢 刀伤这后背话也严重呀 那现在还在治疗当中呀 对 然后其中有一刀还就刺到骨头 精神状态呢 精神状态很不好 就你跟他任何人 他不跟任何人交流 我们跟他说 他也不理你们 李女士介绍 小徐今年23岁 家住杭州萧山一鹏 去年大学毕业夜后 在一鹏工作了一段时间 两三个月前 来到夏沙一家公司做会计 在柏林印象小区租了一个房间 方便工作 释发后 警方来医院做笔录 嫂子李女士从小徐和民警的对话中 得知了事情经过 他去外面洗涮了 那当时那个男的直接就这样 一指手这样 把他拖到房间里去了嘛 然后把他用自己的错袜子 从七点钟开始用错袜子给他捂住 双手脚胶带子把他绑住 那他不能反抗 对不对 一点都不能反抗 也不能说话 李女士说 马某从小徐的手机转出了两万多块钱 还抢走了一根玫瑰金项链 听完小徐描述的一些情况 李女士认为 马某蓄谋已久 说他几点下班 几点上班 五一回去过一趟 然后呢 说 今天你叫了也没有用 因为今天他们都出去了 我就调查过了 李女士说 小徐和马某虽然租住在同一套房子 但从来没有打过交道 马某把小徐的钱转走以后 试图用枕头捂住小徐的口鼻 见小徐挣扎 就直接用上了刀 还用那个手这样去弄一下 看他断起来没有 直接就关好房门 自己躺了呀 然后就 那幸好小姑娘自己机智一点嘛 是吧 装死了一下 那才能逃过这一劫 她可能走着匆忙 忘记把手机拿出去了 那姑娘就自己当时还有意思嘛 就觉得我就觉得意思就马上拿着手机自己打110报警嘛 李女士说 她婆婆没有收入 公共平时打打零工 小徐工作以后 刚把读书欠的钱还清 也没什么积蓄 目前医药费已经花了三万多 大部分都是向亲戚朋友借的 家属 让他们出面 说的难听一点 那么把钱拿点过来 我们要医治 是不是啊 那现在问题是我们那种设保呀 医保卡 这种刑事案件都是不报效的 对不对 全部都要实打实的把钱拿出去的 记者把李女士的诉求反应给了警方 警方回复说 会尽快设法帮小徐协调 还有一个就是也是提醒广大女性啊 对于这种群租房单身的女性 千万不要去住这种群租房 因为这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 关于出世内间群租房的问题 记者也找到了杭州九宝街道办事处 社区平安科的邱科长说 最近几年一直在对辖区的群租房问题进行整治 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 确实还有一些漏网之余 上班第一天也就召开相关的这个村社和部门啊 召开会议 然后布置了这个今年新一轮的这个居住租房 自然消防方面的这个综合整治的这个工作啊 邱科长表示 事发的那套房子 目前街道已经下发整改通知 要求拆除 后期也会跟进检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